大學校長呢 他進入了演講廳了 而裡面呢 正在舉辦基因工程的講座 有位年輕的老師 他在白板上畫圖形和圖表 學生們則是在筆電上重新繪紙 校長知道 有些學生們啊 其實並沒有在聽老師講話 他在聽眾之間走來走去 然後站在所有的人的後面 你覺得是誰沒有在專心念書呢? 所有學生們 都在筆電上寫著方程式 那邊那個女孩呢 則是在電腦上解字迷 理查森警探 他正在追逐著小丑莊的殘匪 這個賊呢 他跑進了一個大型嘉年華會的範圍裡 那邊有許多的小丑 現在請你幫幫忙 從中找出嫌犯吧 抓住那個傢伙 他在掉樁 因為他跑步之後在流汗 還有 他也是所有的小丑之中 唯一拿掉紅鼻子的 因為他需要深呼吸對吧? 安傑莉卡出了電梯 往他的房間走去 他把此卡貼進鎖 開了門 然後他開了水壺和電視 在此時 電話響了 安傑莉卡接了起來 嗨 我是你對面的鄰居 我現在看著某個人正要闖進你家 變化另一頭 有個聲音如此說到 他正試著用開鎖工具 撬你的鎖 安傑莉卡告訴對方 很抱歉 你好像打錯電話囉 然後就掛掉了電話 他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因為他的門是磁鎖啦 破滑呢? 他在雙引擎飛機緊急迫降之後 受困於荒島 他既沒有燃料 也沒有可用的通訊設備 他最近幾個星期都在打造竹發 他也用降落傘來縫了船帆 現在呢 破滑航行離開岸邊 就在此時 起了風暴 然後 強風大浪 帶著小竹發離岸更遠 直入風暴中心 然後 霍華注意到了一艘船 於是他大喊著 救命! 可是 一波大浪來 把船給掀翻了 破舊的機會 沒了 竹發也沉了下去 霍華失去了意識 他又在島上醒來 周圍 是船的殘骸 霍華東張西網之後 開心的大呼小叫起來 他似乎得救了 請問你 為什麼呢? 因為 殘骸中有燃料 霍華可以幫雙引擎飛機加油了 然後從這裡飛走 森林邊緣的樹林間 藏著一間秘密直升機棚 有隻松鼠 他受困於天花板的橫樑間 發木工 牆尼呢 他進到裡面 看到這隻可憐的動物 他想要去救他 可是 卻不知道要怎麼上去才好 這裡沒有樓梯 或者是任何可以用來爬這麼高的東西耶 請幫他救救松鼠吧 天花板上有個開放式的通風口 牆尼可以藉由屋頂去到松鼠那裡唷 那麼該怎麼做呢? 吉朋在樹林間 牆尼可以先爬樹 然後再跳到屋頂上 說到了關於塗鴉文化的精彩電影 現在 在一間地區型的戲院 首映了 其中有些觀眾太喜歡了 所以畫了建築物的牆 接著 警察逮到了三名嫌犯 但 有罪的是誰呢? 請看看這位藍髮女孩 她的手指上有顏料 李歐 小布 和克里斯 在公園散步著 跟彼此述說著 自己週末究竟是怎麼過的 所有人看起來 都好像既富有又成功的樣子 但事實上呢 這當中只有一個人 是真的很有錢的人 請你好好仔細的看看他們 然後猜猜那是誰? 是小布 你有看到遠方摩天大樓上 掛著新的動作片廣告布條嗎? 小布的臉在上面啊 琳達從圖書館出來 她沒注意到前面的路源 於是她拌了一下 弄壞了鞋跟 她叫來計程車 睡到市中心 在那裡有一條時尚精品街 琳達不知道要去哪一間店好 第一棟建築的招牌上寫著 鎮上最棒的鞋 全國最棒的鞋 寫在第二家店上 本週最棒的鞋 這一則則是寫在一家時尚店的招牌 點著燈 接著 地球上最棒的鞋 寫在下一間店上 琳達繼續往前 太陽系最棒的鞋 全星系最棒的鞋 宇宙最棒的鞋 然後她注意到街尾有一家小店 然後琳達 毫不猶豫地選了那一家 請問你,那邊寫了什麼呢? 本街最棒的鞋 羅伊坐在教室裡 聽著兩位老師在講課 他們講論著 對於學生們準備即將來的考試而言 相當必要的數學方程式 好幫忙學生 羅伊寫下他們所說的 可是他跟不上老師 手越來越痛了 筆記也要沒紙了 老師的語速加快 他們講了許多新資訊 啊 羅伊要怎麼記住這一切呢? 請幫幫他吧 他需要使用手機上的錄音機 飛機從機場起飛 有一位空服員走過機艙 看到兩名乘客在爭執 空服員詢問他們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阿傑說 寇特尼坐了他的位置 寇特尼則宣稱 這本來就是他的座位 他們把機票拿給空服員看 他告訴他們 系統一模一樣的座位 是不可能賣兩次 於是 他拿起了他們的登機證 馬上就知道 錯誤是出在哪了 現在 請你來看看這兩張登機證 說出對的人是誰吧 兩份文件都寫著座位14F 阿傑的起飛時間是 早上2點57分 而寇特尼則是 下午2點57分 他們起飛的時候 出太陽 而且陽光照在窗外 所以 是阿傑做錯航班啦 亞利為了準備運動錦標賽 她可是每天都跑體育館 比賽今天開始 亞利暖身 發現跑者中 有一個瘦巴巴的男生 她的腿看起來既虛弱又纖細 她這也是要來跑嗎 亞利想著 所有的參賽者都到了起點 3 2 1 跑 亞利盡了她全速跑 她領先了 然後 那個傢伙居然 跑得可快多了 而且看起來不累 最終是她獲勝 但她是怎麼做到的呢 亞利意識到 她並不是真正的運動員 她根本就不是人類啦 不過 她是怎麼知道的呢 那個人不會流汗 她不會眨眼 而且她還有兩隻左手 雨水正下著 麥克努力的要快走 以免動壞 她的三隻山羊也跟著她 她走到了河邊 看到了岸邊有小發 不過 那個每次只能承受一隻山羊跟一個人類的載運量 河的另一邊 坐著一隻老虎 麥克總不能帶一隻山羊過去 然後把她跟老虎留在一起 那麼請問你 她到底是應該要怎麼渡河才好呢 不需要這樣過河啦 你自己看 前面遠方不是舊一座橋嗎 有間房子 位於超炎熱沙漠的正中央 附近沒有水 樹木或村莊等等的事物 建築物裡面住著四個人 屋主和他的朋友 考古學家 油田工作人員 和勘測員 屋主來到後院 看到一個空的湖 他大聲嘶吼 是誰 把水全都給喝光的 我們沒有庫存啦 所有的朋友都很震驚 他說 喝掉的人應該要去沙漠裡取水 考古學家回答 我在房子前面開蛙 我沒碰到那個蛙啊 油警公說 我在抽取房子底下的油 我沒有碰到那個水 藥茶員則是回答 我在沙漠裡遊蕩 要找地下河或地下湖 可是 什麼也沒找到 叫我們去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 是你喝掉的 你覺得呢 到底是誰有罪責呢 沒有人 你想想 水壺不就是放在室外不是嗎 炎熱的沙 和炙熱的太陽 會讓它乾涸 菲爾博士在實驗室研究微生物 他坐在辦公室裡 讀新的科學文章 此時有人敲了門 是一個年輕的實驗室助理 他看起來很害怕 說他遇到真正的怪獸了 他是這麼說的 他有好幾張嘴 長長的觸鬚 和一隻爪子 他把怪獸鎖在實驗室裡 菲爾博士去到那邊 要親眼看看 他轉了鎖上的鑰匙 門帶著嘎吱聲 緩緩打開 博士走進去 卻發現 沒東西 這裡完全寂靜 沒有怪獸 或是有怪獸呢 你覺得他在哪裡 怪獸很微小 位在室館裡 這是研究微生物的實驗室啊 你還記得開頭說的嗎 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老老闆要退休了 可是到底是誰會繼承接手呢 是誰有能力來管理這麼大的事業呢 他召開了緊急會議 所有的員工都聚在會議室裡 老闆給每個人一百元 他說 我第一次抵達這座城市的時候 也只有這些 可是我明智的使用這些錢變得富有 現在 最能把這張鈔票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人 就能坐上這家公司的首位 你們有兩個星期 到了指定時間 所有的員工回到了會議室 接著有人把錢投資在新闖 有人買了其他公司的股票 有一個傢伙 在餐廳裡就把一百元花掉了 有些聰明人 賺了成千上萬 值得考慮的人選有很多 但是他們卻都沒有人成為公司的大主管 請問你 這是為什麼呢 提示 理由跟錢沒有關係 因為老老闆過世了 因為老老闆過世了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